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呢 我随机给大家拿出一款周围演示 大家呢 只需要看着我们视频里的方法 取出我们对应的颜色线 将自己手中的产品缝制完成就可以了 大家呢 可以看说明书 然后呢 取出对应的颜色线来缝制 接下来呢 我们将线穿过针之后 两股对着成四股 用回针绣的方法来缝制 这里呢 随机给大家拿出一款 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并排缝两针的方式 回针 将它缝制完成 我们先从任意的一点向上出针 出针以后 我们向下一段距离来进行入针 这样呢 我们再从旁边的位置 重复地缝制一针 接着我们向下一段距离以后再向上出针 返回到我们上一针的入针点向下入针 我们一直呢 重复同样的方法 接着我们下线的方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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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呢我们将图案的部分都缝好之后 接下来呢我们开始缝合 我们这系列的产品呢有两种款式 一种呢是我们的驱纹扣 给大家呢看一下 另外一种呢是我们的胸针 它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喜欢来选择做我们的驱纹客或者是我们的胸针 材料包里呢会给大家配有两种款式的配件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欢呢来选择 再来呢我们来将我们图案的部分剪下来 我们取出我们材料包里的背面 将它跟我们的正面图案 叠放到一起 接着呢我们拿出家里的剪刀 将我们的图案部分剪下来 我们沿着我们图案边缘的部分将它们剪下来 剪的时候呢不要太靠近我们线的部分 我们沿着我们的图案 大家如果感觉我们边缘比较宽呢可以稍微的再修剪一下 我们材料包里呢有一个夹扣 胸针以及我们的驱纹片 在缝合的时候可以选择 在我们上方或者是下方呢预留一段距离不缝 方便呢我们放置我们的驱纹片 以及我们的夹扣 大家呢做我们驱纹扣可以选择 在上边或者是下边呢来预留 胸针款的大家呢可以现件我们的胸针 固定在我们背面的部分 这样呢会更加的方便一些 做我们驱纹扣的大家可以跳过这里 直接来看我们后面的方法 我们将胸针放置到我们背面的部分 调整好位置 然后呢在我们胸针两端 我们拿出家里的笔呢可以先画一个记号 然后呢我们将两端各剪一个小孔 将我们的胸针穿到我们背面 将它固定在上方 这样呢可以用我们家里的剪刀 将它剪一个小孔 你可以用我们家里尖锐的东西 将它整一个小孔出来 我们拿出胸针 将它向我们中间向下按 然后将它从开口处翻出来 这样呢我们能拿起我们背面的部分 将它呢从下方穿过 将我们背面的部分 这样呢跟它穿出来 另外的一边呢我们使用同样的方法 大家在安装我们胸针的时候 一定呢认准我们的正反面 要将我们这面装到我们反面 扣的这面呢 大家认不准的话可以拿我们的正面布料 将它对齐 这样来看 如果装反了的话可以拆下来 再重新的装一次 装好之后呢我们就沿着边缘来分合就可以了 我们胸针款大家想放置我们曲纹片的时候 可以呢在我们的流口处将我们的曲纹片放置到中间 然后将流口处防好 不放置我们曲纹片的大家呢直接将边缘防好就可以了 我们将两片布料对齐以后 接下来我们来分合 我们取出我们的白色线 这里呢我们用一股线两股线都是可以的 我们从中间的部分向外出针 将我们打结的尾部隐藏在我们两片布料的中间 然后呢我们将线穿到我们正面 我们用在我们边缘线与我们中间图案的部分中间来进行出针 然后呢我们再向下入针 将线隐藏在我们中间的部分 我们同样再从背面 来穿下我们的正面 我们再重复同样的方式 我们再次验吧 我们就用这样的方法呢 将我们的整个缝合完成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缝到下方流口处的时候呢 我们拿出我们的夹扣 接着呢 再拿出我们的曲纹片 我们将我们的外包装撕开 我们横向的将它撕开 我们将包装撕开 然后拿出我们中间的曲纹片 这里我们的曲纹扣呢是彩色款 会给大家随机发任意的一款 然后我们将我们的曲纹片 放置到我们大的圆环中间 将它扣置到我们圆环的中间 扣好之后我们将它放置到 我们产品的中间 我们产品的中间 这里呢 我们小的圆环 朝我们的背面 大的圆环放置到中间 我们放置到中间 调整好位置以后 接下来呢 我们将两边缝合完成 大家使用我们凶针款的呢 在流口处直接将我们的曲纹片 放置到中间 然后将边缘缝合就可以了 我们将夹扣缝好以后 接下来呢 我们将流口处呢 给它缝好 谢谢大家 最后呢我们将它 窜到我们中间的部分 然后打个结 这里呢我们的曲纹扣就缝制好了 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呢 将它放到上方 或者是下方 这里呢我演示的是 放到我们下方的部分 大家放到上方呢 在上方柳口处就可以了